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动系的结构形式和传动笔等等这样一些参数 汽车动力装置参数对汽车的动力性 燃油经济性和驾驶性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我们这一章里边主要讨论发动机功率 传动装置的参数的初步选择 以及按照燃油经济性 加速时间曲线进一步确定这些参数的方法 首先我们看发动机功率的选择 设计中常从保证汽车预期的最高车速来初步确定发动机的功率 最高车速虽然仅仅就是动力性指标当中的一个 但它实质上反映了汽车的加速能力和爬坡的能力 因为最高车速越高 要求发动机的功率就越大 汽车烘焙功率大 是汽车加速和爬坡的必要条件 如果给出了期望的最高车速 选择发动机功率应大于等于 但不小于以最高车速行驶时 汽车行驶阻力功率之和 它的表达是 这样的发动机的功率应该大于或者等于由汽车滚动阻力功率和汽车空气阻力功率两个之和 当然这里边的速度应该选择你所期望的最大的车速 在给定了汽车的基本参数以后 实际上这个功率马上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而在实际工作当中 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按照刚才所计算得到的最大功率来确定发动机的功率 主要还是利用数据库里边汽车的统计数据来初步估算汽车的比功率 最后再来确定汽车的功率 因为我们汽车并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存量 不同的轿车 打个比方 不同的轿车 有高级的 有中级的 有经济型的 还有V型的汽车 他们都有它自己的比功率的这样一个范围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轿车的你大体能今后市场的这个级别 然后再来确定它的这样一个适当的比功率 而对于货车来讲也都是一样 汽车的比功率实际上就是单位汽车质量所应该具有的发动机的功率 比功率经常的单位就是每吨多少千瓦 汽车比功率的表达是用你原来发动机的功率乘以1000 然后除以质量 最后得出来的是一个没有重量的 也就是把重量忽略掉的或者说叫做单位重量它所需要的功率 这样子的话 滚动阻力的功率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表达式 基本上只剩下了一个滚动阻力系数和车速的成绩 其他的话都是一些常数 而空气阻力功率这一项主要就是车速的三次方 当然还需要除上一个汽车的质量 当然在分子上面还有空气阻力系数乘上你的汽车的迎风面积 按照比功率来确定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功率 它的好处就是说 由于你的它是在相同的这样重量的基础上来进行比较的 因此这个比较的话更加具有说服力 首先我们看一看货车比功率的这样一个情况 各种货车的滚动阻力系数 传动效率和空气阻力系数大体上是相当的 并且最高车速一般来讲相差也不大 一般来讲 在发达国家 我们货车的最高车速都是按照140公里左右这样来确定的 我们国家货车的最高车速一般来讲是按照高速公路的限速 110公里或者120公里这样的来限速的 因此在总的质量在很大范围的变化的情况下 由于你最后采用的是比功率 因此这样的他们最后出来的数值是相差不大的 当货车的最高车速等于100公里左右 其中用于克服阻力功率的功率 大体上是占到五分之二 当然在前面一个公式里边第二项 实际是克服空气阻力的功率的部分 它随着迎风面积除以车的质量而变化比较大 当汽车总吨位增加的时候 实际它的比功率要求就相对来讲比较小了 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一个货车的迎风面积 实际上跟吨位基本上相差不大 一般来讲对于一个货车 从中吨位的货车到重型货车到拖车头 实际上迎风面积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对于轻型货车或者V型货车 这个数值可能稍稍会小一点 因此不同货车 它的比功率随着总质量的增加 它一般来讲是逐步减小的 这个图上标志了各种各样货车它的比功率的状况 基本上就是国产的一些货车 它们的比功率的状况 随着总质量的增加 它的比功率基本上它都是下降的 当然下降到一定程度 比如比功率就是每吨5个千瓦之后 它基本上就下降了很少了 由于我们轻型的货车常常都是用轿车的底盘改造而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比功率有时候也会比较大 这个图主要是日本的一些货车 它的比功率的状况 它跟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些货车 它的比功率状况在高吨位的情况下 大体上是相当的 在小吨位级别的情况下 比起我们国家的比功率稍稍大一点 这个主要是一些重型货车的这样一些比功率的状况 基本上随着吨位的增加 基本上也都稳定在每吨5个千瓦左右 当然了随着吨位的下降 这也就是一些中型货车的这样一些范围里边 比功率还是稍稍有一些抬升 奔驰货车系列的这么一个比功率的状况 当然奔驰这个车它的比功率稍稍有一些特点 对吧 当然第一它的大趋势也是随着货车的增加 然后比功率有所下降 但是另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特点 也就是说在同样一个吨位下 它经常提供了一系列的比功率状况 比如像最重的一个货车系列里边 它的比功率从5个千瓦一直到10个千瓦 实际上的话它也就是说提供了这一系列的比功率 最后供客户来选择 很多国家对车辆应有的最小的比功率做出了规定 以保证路上行驶的车辆的动义性 不要低于一定的水平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比功率过低的汽车 它很可能会阻碍其他汽车的行驶 因为大家要是到过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上 做过一个长途旅行的话 你马上就会发现 所有的堵车点 基本上都是由大货车相互之间超车所造成的 一个是由于我们国家大货车 确实比功率相对的比较小 对吧 第二个 它们的最高速度的话相差也不大 因此在超车的时候 经常要花到3到5分钟 这个车才超完 这样后边就积压了大量的车 造成了交通阻塞 假如这些货车在设计的时候 都能够按照不小于一定的比功率来设计的话 很可能这样的事情也就会杜绝了 当然另一个堵车的现象 也可能是由于它们超载造成的 在我们国家 大客车的标准明确规定了最高车速与功率的这样一个数值 可以作为初步确定发动机功率的这样一个依据 比如交通部行业标准中规定 高三级 也就是最高一级的大型客车 这样的话 车身长度它要求大于9米 它在设计的时候 一般最高车速是不小于125公里 比功率也就不小于14.5千瓦每吨 下面我们看一看轿车的比功率 轿车行驶车速是非常高 并且它们不同性能的之间的轿车 最高车速相差也非常的大 最高车速最小低的可能只有120多公里 最高的可以上升到300公里 我们这个图上标出了这样轿车的比功率的这样状况 横坐标它是最高车速 最高可能标示到了300公里 这个比功率的状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高也可以达到每吨300个千瓦 这个随着它的空气阻力系数 它的这样一些变化 当然越靠左边空气阻力系数乘以它的迎风面积 实际上这个数值也就越大 越靠右下这边 实际上的话 也就是空气阻力系数乘以迎风面积的数值 相对小一些的这样一些轿车 可以看到 随着最高车速的提高 它所需求的比功率是快速的增加 从比功率的话 这样一些标识点 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级别的轿车 比功率可以相差的非常大 那么当我们设计某一款轿车的时候 那么你就应该和这上面去做一个对标 对吧 我们期望最后我们的市场定位是什么样的一个轿车 最后根据这个来确定你发动机的最大功率 有关发动机最大功率的确定方法就介绍到这里 对吧 对吧 对 by 对吧 感谢观看